老太太往生那一天 开往生大会 她欲知识之 坐着走的 清清楚楚明明白本 那一天跟她的儿子媳妇家人说 我今天到极乐世界了 你也得送回一场 算是我们母子一生 家人也都很乐意 看到这个情形之后 全家幸福了 一慈敬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放得一心不乱过 不能专念的 倔难一心 这话说得好 这真的 由此可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是一心不乱修行的重要方法 你这个方法去修 心里不要想这一心不乱 想一心不乱是个妄念 把一心不乱破坏掉了 根本就不想 随到渠成 自然就做境界了 为什么呢 你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吗 老是想 什么时候得一心不乱 你永远不会得一心 为什么呢 你这个障碍没去掉 你才真正能成就 你只要常常记住 发菩提心 菩提心能发吗 口里面发 假的 不是菩提心 念头里面去发 也不是真的 为什么 菩提心是真心 你用妄心就发菩提心 怎么发得出来 菩提心是真真心 体是真真心 真真心 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 换一句话说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 那个心是真真心 你说多不用 那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去 去把菩提心找回来呢 从 其用上去找 其用上对自己自受用 是清净平等 就 这身心 是修佛说说 是清净性的 就从这一点 开始 我先修清净性 清净到极处 平等心 先前 平等到一定的程度 就大彻大悟 那个觉 就是大彻大悟 明心 皆心 那就大理解心 对待别人 对待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里面 包括着动物 植物 山和大地 自然现象 这都叫众生 要用大慈 大悲 真实 平等的爱心 从这上真修 到一定的时候 真诚心 那就进行 真诚心 就是自信 如果我们 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除世在人间物 我们修的是这个心 我们用清净平等句 对自己 对一切众生 无缘 大慈 同体大悲 这叫发菩提心 辅助 我们的烦恼吸气 那就要用 一向专念 我真放下了 我一个方向 西方 一个目标 极乐世界 一个愿望 清净 阿弥陀佛 我活在这个世间 这一生 就干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你只干到了 你就变满了 家庭眷属当中 不相信 没关系 一切随顺 你真做成功了 你就会把你全家人得到 早年 这也是抗战之后的事情 香港 侯东绝斯的老太太 灭佛 他的儿子 媳妇 全家人 基督教徒 不过那个时候的人 还不错 虽然信仰宗教不相同 对父母还是孝顺 他不排斥 所以家里面 一样供供佛堂 老母亲 彼此尊重 他母亲从来没有 劝他的儿孙 学佛 上基督教教 好 很好 一拜天 你们都去 老太太 往生那一天 开往生大会 他欲知识之 坐着走的 清新出出 明明白本 那一天 跟他的儿子 媳妇 家人说 我今天到极乐世界了 你也得送我一场 算是我们母子一生 家人 家人也都很乐意 看到这个情形之后 全家幸福 以后 他把他这个房子捐献出来了 现在东宁旧院 那一栋别墅 就是他原来的住宅 老太太 他 最后 现身说法 你看你 相不相信 是真的 是假的 就明白了 跟他讲 没用处 他不相信 做给你看 真走得那么自在 走的时候 锐向西 聂佛人走的时候 有人看到 西方三圣 来接眼 闻到异香 看到锐向 真干 真发心 真的去度人 后头老太太 这个这个 网森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保障 杂志都看得 度了多少人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阿 妮 妮 给探索 小 小